Hello 大家好 我是Babe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The Mountain Is You 作者Briana Wiest 它是一名美国的作家、诗人 以及一名很出名的演说家 这本书如果你去Amazon看 长期都是Top 5的抢销书 尤其是在激励、自我提升的类别里面 不知道大家觉得你现在的人生 是不是在过你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呢? 而如果答案是No 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究竟现在是有些什么 去阻碍你去追求你真正想过的一个人生呢? 书名 大家看到了 The Mountain Is You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 你自己 就是在这个旅途上最大的障碍 很多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 有很多负面的自我对话 又或者是一些自我毁灭的行为 通通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而这些潜意识又确确实实在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 如果你人生路上都面对这个难题的话 那今天我会分享部分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希望可以令大家有点看法 而接下来的六天 我就会在早餐会会员那边 继续分享整本书的书评 如果你听完今集的节目 有兴趣了解整本书的话 可以按下面的连续去加入早餐会会员 会员们就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一朝的七点钟 都有新节目听的 事不宜时我立即开始今集的内容 首先一开始我想大家想象一个画面 那你想象一下你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山 那现在你就站在这座山的一边 在山脚的那个位置 那你就仰望着这座山 觉得这座山又大又高又斜 那你眼前的这座山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令你应该要很辛苦才可以走到这座山的另一边 那你就想想 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而这座山的另一边 就是你心目中的你想生活 而书里面提到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 这座山就是你自己了 事实就是我们人生路上 没有其他事情 让我们自己更加可以阻碍到我们自己了 那你想一下其实也对的 其实你不做一件事有什么藉口呢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 他没有做这件事 那当然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不做呢 就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我经常都好像达不到你人生上 想达到的目标的一个人的话 那很可能这班人通常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自我毁灭 自我毁灭的一个倾向 那这个自我毁灭的意思 就不是说你真的 phesically去伤害你自己了 而是说就是 你的心里面明明你的目标就是要去这座山的另一边 去过一些你想过的生活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做的事情呢 就是相反的 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明明你是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要有六九福机 要有马甲线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你下一秒就拿起个电话 叫了一盒炸鸡外卖 又或者是明明你是想做事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又坐在沙发里 又开了个Netflix 你看了 那这些呢 很多我们一些没有意识的行为呢 那你可能呢 第一次的感觉呢 就是会觉得 啊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废的 这么没有意志力呢 去做我想做的事的 一定是我懒 一定是我废财 没有意志力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行为呢 可能呢 最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一个原因呢 其实是源自于呢 我们可能心里面 有一些呢 未处理的创伤啦 未处理的情绪啦 未处理的伤口呢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呢 说你的什么 内在小孩呀 你一日呢 未去正视 最深层次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呢 那我们一日呢 都没办法呢 去跨越你眼前的那座山啦 自我毁灭的行为呢 很多时候呢 就背后象征着一些呢 我们对一样东西的恐惧 而这些恐惧呢 很多时候呢 都是非理性的 不知道呢 大家怕不怕搭飞机的呢 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啦 其实搭飞机会出事的机率呢 是远远低过呢 你搭其他交通工具的 那但是啦 我相信呢 怕搭飞机的人呢 就一定呢 多过怕搭这个车啦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 究竟为什么你这么怕搭飞机呢 那当然啦 有些人呢 可能真的怕个离心力啦 那但是啦 我们呢 会不会想多一点点就是 其实 在我们怕搭飞机的背后呢 会不会是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令到你去对这个东西呢 有恐惧呢 例如就是呢 你搭完飞机之后呢 会去到一个你比较陌生的地方 又或者是一些呢 语言不通的地方呢 一些呢 你不熟悉的环境 你不熟悉的生活啦 很多很多呢 对你来说呢 一些你没见过啦 一些的新事物啦 一些的未知数啦 这些东西呢 会不会呢 是你一个更深层次的恐惧呢 你有些什么过去的经历 去造就了呢 你成为今天的这个人呢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去正视过去真是呢 去划心点 去找到呢 究竟为什么你现在会有这个 可能是自我毁灭的行为啦 又或者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负面想法啦 如果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原因的话呢 很可能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跨越我们眼前的这座山啦 因为呢 正正就是这些的创伤啦 这些的伤痛呢 往往就是呢 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事情 我们呢 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进发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啦 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买本来看一下啦 又或者是按下面的link 加入会员呢 那我们未来六天 会继续讲这本书的书评的 我是宝贝 下次再见 拜拜